一块巨大的伏冰 上面有着清晰的北极熊脚印 却不见熊踪 专家指出温室气体不断排放 那么加速熔冰 预估2030年的夏季 北极将不再有海冰 而这将会严重威胁北极熊的生存 长久以来冰天雪地的北极 荒芜人烟的极地气候 还有与世隔绝的北极熊 这些都已成为过去式 没了冰的北极变成一片汪洋 这是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 带回的最新影像 方有望去北极海面 出现大量的碎冰再伏再沉 专家更发现这座浮冰上 还有着清晰可见的北极熊脚印 但却不见熊的踪影 由于海冰面积缩小 导致北极熊得游更长的距离 才能裂捕到食物 因此有的北极熊会游到体力透支 不幸溺水身亡 游的则是缩短觅食时间 原来从卫星观测画面显示 2013年到2020年 北极海滨融化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光是隔离来的冰层 上个月就缩小 113平方公里 比一个新竹式的面积还要大 海滨越渐气温创高 过往的极地气候形态已经不在 专家断言 北极将进入新气候过渡期 而要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 不用到本市寂寞 最快2030年 北极地区在每年3到11月将不再有任何海滨 这恐怕将大大冲击北极熊生态 记者做个报导